小青梅失恋 让我闭眼选一张帅哥照片 他去追 可我选到了自己 他将那张照片随手丢掉 嬉笑着说晦气 后来沈家千金追我闹得轰轰烈烈 他却染回了黑发 一身干净打扮站在雨里求我 记博达 你看看我 我不脏 柳如烟第十八次恋爱又宣告失败 他约我出门喝酒时 我正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 博达 我重要还是实验重要 我呼出一口气 用洗手的声音回答了他的问题 酒吧灯光灼眼 我挤着人群往里走 看见柳如烟正在吧台 跟一个男模推背换着 男模伸手勾了勾他的下巴 他就笑着伸出手机 跟人家加了个微信 我轻咳一声 柳如烟才回头看我 他脸的笑意 见眉微重 做出一副委屈模样 博达 我又被甩了 男模文言扫兴离开 临走还打量了我一眼 这里不是你这种乖孩子来的地方 柳如烟在他身后假意挥了一拳 我们博达一人能喝倒三个大汗 也得很 你懂个锤子 我曾经为他挡酒 喝倒过三个男人 可当夜未出血进医院 柳如烟并没有来看我 回过神来 我开口打去他 第十八个了 次次都被甩 你该不会是有病吧 他给我递来一杯威士忌 摇了摇头 他们不试乎 我看着他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无可奈何地皱了皱眉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迅速摘下 说吧 这次怎么玩 柳如烟眸子一亮 从兜里掏出十张照片来 一张一张在吧台背着面马好 让我闭着眼睛随机抽一张 抽到谁 我就去追谁 我笑他无聊 可等我闭眼照做 抽出来的照片却是我自己 我愣了愣 不知该做何反应 气氛尴尬了三秒 柳如烟对上我的眼睛 抿了抿唇 然后他将那张照片随手丢在桌面 又嬉笑着捅我说 晦气 我心上寒一四起 死死捏着手中酒杯 他像是没了兴致 又将其他照片收好放进兜里 抬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对他笑 随后起身 接着自顾自地往外走 纪博达 柳如烟叫了我一声 只是这次我不想再回头了 和柳如烟青梅竹马二十来年 从出生我俩就在医院暖箱里隔空遥望 因为他爸心大 差点将我俩抱错 父母从此结缘 他家从文 父母喜欢我温文尔雅成绩好 我家经商 父母喜欢他脑瓜子灵光会做生意 柳如烟十八岁以前只是暗地理业 大学以后就像出了龙的兔子 肆意张扬 我给他妈妈的力 管着他不许胡闹 柳如烟总是乖巧点头 只是谈恋爱吗 完了而已 他打架 我去给他赔礼上后 他生病 我借民宿厨房给他做便当 甚至他失恋 我也是赵之急来的情绪垃圾桶 身边人总是惊讶于我对他的包容 我答 柳如烟救过你的命吗 我也笑着答 我还真欠他一条面 因此在恩情包裹的借口之下 我自己都分不清是不是喜欢 只知道我用满腔温柔等了他很多年 依旧没等来浪女回头 更没想到等来的是两个自会期 初九八时 大哥呀 真的 别太爱了 在他们眼里 我是柳如烟的一号舔狗 可怜可悲也挺可笑 可没人知道 柳如烟才是那个最离不开我的人 我站在公交站台下 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 突然就开始设想 如果我们俩的世界突然没有彼此 会变成什么样子 临近毕业季 又要下雨了 原计划拍毕业照的日子 因为天气原因被迫延期 恰巧有人提议进行一次最后室内联谊 室友夏商周便兴冲冲地替我报了名 被他逼着精心打扮一番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些愣神 柳如烟都不长眼的 要是看到 夏商周没说完 看到我的脸色不好 没再说下去 今天被延期拍毕业照的班级不多 又赶着自愿参加的原则 联谊活动大概有三四十人 恰巧柳如烟也来了 他手里拿着两根烤肠 说是要为上次的不礼貌道歉 我神色冷漠 谢谢 但我减肥 他皱了皱眉 有人说你胖 谁啊 我去给他揍开花 我站定 侧头仔仔细细盯着他的眼睛 他仿佛忘了 是他在我为了庆祝实验顺利加餐时说 我打你好胖了 少吃点 柳如烟不知道 曾经因为他的话 我恶到在实验室晕倒过 此刻他却面露疑惑 丝毫看不懂我眼神里的总刺 我选了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 听台上组织者发布联谊会的小任务 在场所有人 上衣颜色 花纹最为相近的异性结成小组 互相交换一个秘密 他声音一落 大家的视线都纷纷落在各式各样的衣服上 夏商周和一个穿着奶黄色短袖的害羞女孩结成组 而与我的湖蓝色短剃颜色相近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柳如烟 还有一个是经济系学霸沈幼楚 按照规定 接下来该我从中二选一 柳如烟还着币 一副遇到老搭档的欣喜 博达 这还用选 而沈幼楚周身轻昂 像是被隔绝在喧嚣之外 他看出我眼神中的冷漠 反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 接着满是不悦的皱了皱眉 不会还因为照片生气呢吧 我回过头去 认认真真盯着他的眼睛 柳如烟 人和人之间 从来都没有谁会是谁的必选项 选好组的人按规定坐在一起 而像柳如烟一样被选 剩下的只能在一旁观望 夏商周离我不远 他看见我身边的沈幼楚 满脸坏笑地朝我竖了个大拇指 大学四年 沈幼楚一向是学校里最瞩目的存在 静玉峰 针千金 铁学霸 一向不爱热闹 能出现在连一会本身就是个奇迹 此刻他坐在我身旁 乖巧如猫 我抿了抿唇 小声开口 你也是被朋友叫来的吗 他侧过头 薄唇微起 说话的声调带着一丝害羞 我主动爱的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尖 庆幸负责人恰好将纸和笔发到眼前 沈幼楚没在说话 提笔开始刷刷地写起来 虽说是互相交换秘密 可他丝毫没有犹豫的样子 像是早就打好了副稿 鼻桶在指腹妈撒 一道幽怨的目光从我的左侧传来 我抬头望去 柳如烟又壮四不在意 移走了目光 等我写完的时候 周围有不少小组已经在开始交换纸条了 时不时发出哇哦的惊叹声 沈幼楚在打开我的纸条时 抬头看了一眼柳如烟 而我打开他的纸条那一瞬 却惊得有些发懵 他说 小九瓶 我找到你了 我错了抬头 看向眼前的清冷女孩 她勾勾唇 露出一抹笑意 我和沈幼楚十年前就见过 只是印象里那个被我护在身后的小女孩 小小瘦瘦的 怎么也没想到竟然长成了清冷性感的美少女 十年前 沈幼楚在一个富豪的宴上 被另一个男孩推倒在玻璃茶里 骂着野孩子 他手上染满了血 哭哭啼啼 抖着嗓音却又不敢缓口 是我事实出现 把他护在身后 双手拎着大酒瓶一通乱挥 把那小男孩吓得去找妈妈 原本不算什么大事 没想到沈幼楚继了这么些年 都要毕业了才知道那个小女孩是你 好像有点晚了 我面露玉色 他却微微摇了摇头 只要能再见 都不算晚 沈幼楚说完 抬起手 往我的右脸颊处微微扇了扇 有只蚊子 突然光的一声 角落处发出极大的声响 所有人的视线都朝柳如烟望去 因他猛的起身 凳子已经被掀翻在地 你让他干什么呢 他怒气冲冲 朝沈幼楚吼道 周深的含义像是能把整间屋子冰冻起来 沈幼楚的手停在半旁 露出疑惑的神色 从柳如烟那个角度看 大概是误会他在触摸我的脸 我微微扫了柳如烟一眼 语气冰冷 柳同学 这对你有什么关系 一向桀骜的他被我当众扶了面子 愣在原地 行 他走后没多久 给我发来一条微信 四个冰冷的大字中满是愤懑 见色忘义 我神色无余 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拍毕业照那天 人人都洋溢着笑 也依旧掩不住即将离别的仇序 夏商周却同我坐在石阶上 拉着我讨论昨天沈幼楚的事 你就不好奇 他那么高冷一个人 为什么会去参加联谊会 我摇摇头 人家兴许就是不想给大学生活留遗憾美 夏商周急红了脸 博打你就没有想过 一道嗓音打断了夏商周的话 我像是没听见 依旧坐在阶梯上摆弄学士帽 博打 柳如烟站在我面前时 毛子里带着委屈 你为什么拉黑我 夏商周知去离开 临走时还摇头叹了口气 烦了 我站起身要走 却被他一把拉住手腕 因为照片的事 不至于吧 你可没这么小心眼 他没心没肺地笑了笑 然后微微沉思了片刻 还是因为昨天我吼了那个姓沈呢 见我不说话 他便当作默认 随即吃笑一声 用恨铁不成端的眼神看着我 博打 别被骗了 他那种出身的大小姐 是不可能看上你这种普通男孩的 我听着他的语重心长 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每次有人笑我是个木讷的乖男孩 他都要跟人反驳 可思心里 他其实比任何人都要瞧不上我 柳如烟 谢谢你的好心提醒 我在你身边做牛做马这些年 欠你的命债应该能顶了 我揉了揉手腕 看着他的笑容一点点僵在脸上 还有 别再碰我了 你真的很脏 我和柳如烟闹得很僵 因此后来我妈和对门柳阿姨 给我俩张罗毕业宴的事 我俩都斩钉截铁选择了句句 博打 你和小烟闹矛盾了 我妈把我拉到一旁问话 我正欲开口 他却满是幽怨的看着我 从小就叫你要让着他 救命之恩不说 人家柳家书香门第 到时候觉得你气性大 都要瞧不起我们的家教 小时候我和柳如烟打架 他总是先把我一顿骂 然后再拉着我去给柳家道歉 在他眼里 柳家知书懂理 我们只是有点小钱的爆发活 他生怕被对方看不起 我有些麻木 只能敷衍地点点头 餐桌上气氛很微妙 可我妈刚一开口 就把这顿饭变得意味颇多 小烟 谈男朋友没 柳如烟看我一眼 摇了摇头 表情有些紧张 他那十八个前男友 是我替他瞒下来的 他兴许怕我现在全都说出来 他妈妈也紧随着问我 柳达 谈女朋友没 我抿了抿唇 突然明白知道 双方家长这顿饮抑和尾了 没有 我妈和顾阿姨相视一笑 以赴我看能成的表情 我语气不计不许 展出些笑语 不过 有人在追我 柳如烟的脸色不太好 却依旧面露嘲讽 你们听他胡说吧 我大大学四年 连女生都不认识几个 至于那个姓沈的 更不可能 两位妈妈急于向我求证 我虽生气 却也明白她说的是事实 我的大学四年 好像除了学习 就只有柳如烟 正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编试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是沈幼楚 我的大救星 柳如烟手中紧紧握着筷子 像是看到了什么格外荒唐的事 我妈示意我开外放 我是沈幼楚 问我知道 有什么事吗 我紧张到手心都沁出了汗 电话那头却声音温润 想请你吃顿饭 见面聊 我假意羞涩 软着嗓音说了句好 我妈和顾阿姨又对视一眼 一副计划失败的颓废模样 餐桌上进得可怕 柳如烟家菜的手抖了抖 也没再说话 一顿饭闹得不欢而散 我正准备出门 我妈却碰得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气不大你怎么回事 外面认识的女孩正经吗 哪一个能有小烟之根之底 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 既然还没和她在一起 那也是可以考虑小烟的 我看她对柳如烟 格外信任的模样 没忍住笑出了声 妈 你真觉得你了解柳如烟吗 她谈十八次恋爱 打架喝酒 说我会气 装装渐渐 你知道哪个 你过去十多年都在叫我要对她好 我自认做到了 可再怎么报恩 也得给自己留点底线吧妈妈 她的脸色随着我说的话 一点点沉下去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我没再言语 转身出门 沈又楚请我吃饭 正好我也有事找她 餐厅的光打得很柔 她根本还很紧张 不知道能不能约你出来 我突然想起自己为了演戏 软着嗓音说的那句好 一瞬间尴尬到脚趾抠地 你是有什么事吗 她点点头 听说你上学那会各科成绩都很好 我妹妹刚从国外回来 学习有些吃力 就想问问可不可以请你帮下忙 薪子你随意开 她说完 像是很担心我会拒绝 端起水杯抿了一小口 如今我新入职的工作算不上太忙 周六日几出点时间不算什么难事 想起自己等会求她的事 我反而有些张不了口 她大概觉得我为难 你没空吗 那就 我可以无常 但也想 请你帮个忙 听我说完 沈幼楚先是愣了愣 随后她嘴角上扬着 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帮你 起初我觉得沈幼楚答应的太过容易 怀疑她是否真的明白了我的意思 直到第二天 家门口出现一束巨大的玫瑰花束 和我惺惺念念的草莓熊王偶 我才知道她不但明白了 还明白得很透彻 开门时 柳如烟正拿着那只草莓熊王偶发呆 我清了清嗓子 这不会是你送的吧 她身子一正 念路不屑 将玩偶递到我怀里 大小姐的小把戏罢了 博达 你还要我提醒你多少次 我笑着敷衍点头 目送她神色阴沉地走进电梯 沈幼楚开了辆美粉色超跑 停在我家楼下 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我红着脸上车 应她锁起 去参加一个宴会 沈幼楚有一个专用的造型团队 但是给我做造型就花了整整一个上午 礼服的颜色是我喜欢的月牙白 一切都巧合到像是她完全知道我的喜好 我当时以为是天意 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看似人畜无害的沈家千金 其实早已花费心思 为我织救了一个又一个圈套 宴上都是些有头有脸的宾客 我跟在沈幼楚身后 却被她扯进身旁 然后轻轻挽上我的胳膊 一众记者长枪短炮架着 我冷汗直冒 沈幼楚 我说你只要一死一下就行了 这样被记者拍到 也太高调了吧 她侧脸很优越 微微汗手 滴着嗓音回我 我打去她 你好像挺有经验 可我只追过你一个 说话间 沈幼楚突然回过身来 用右手轻轻帮我扶了下发烧 距离很近 她眉眼很柔 别动 你的青眉在拍照呢 柳如烟如今是摄像记者 主人家要官宣一条合作事宜 我忘了她也会来 我回眸望去 发现她肩上的摄影机正对着我和沈幼楚 沈幼楚当着她的面再次做出这样的动作 像是在故意激怒她 可柳如烟不再像在学校那会一样愤然起身 吼沈幼楚对我动手动脚 而是静静地站着 半赏也没挪动一下镜头 我朝她微微一笑 她才缓缓露出一张脸来 表情僵硬 一旁的小记者像是嗅到什么不可思议的八卦 抬起话筒就朝着沈幼楚问话 听说您刚刚毕业 就要接手许氏集团 请问这是真的吗 沈幼楚朝她笑了笑 小记者肉眼可见的红了脸 一切请等待集团正式发布公告 记者不死心 眼神扫到我身上 又开口问道 这位先生看起来眼神 请问是您的什么人呢 他两个话题问的都很有目的性 柳如烟站在他身后 嘴早已抿成了一条直线 沈幼楚侧头看我一眼 开口就引了一众摄像机咔咔对着我指派 未来男朋友 不过还在追求中 希望大家助我成功 沈幼楚的高调示爱成了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我妈一大早发出阵阵尖叫 把我爸的肩膀拍得鲜红一片 沈家千金公开追爱 直言对方未来男友 你看看这照片 这小脸蛋 这不就是咱博达吗 我从房中出来 想趁他俩不注意溜出门 我妈却兴奋地叫住我 那丫头是许氏集团的接班人 我上次就觉得有点儿熟 你怎么不提醒我呀博达 好 太好了 我看着他满怀期待的神色 很不忍心告诉他其实都是假的 现在这一切 都是我用来圆餐桌上随口撒的那个谎的 妈 你那天还说 敲门声阵阵 打断了我要说的话 新闻里的沈家千金此刻正站在我家门外 手里提着价值不菲的礼物 对我笑意盈盈 我来接你 我慌里慌张就要把他往外推 这个接骨眼过来 我妈肯定得对他刨根问底的 谁料我妈眼尖 硬是把他拽进了门 一口一个楚楚叫得甚是亲密 沈又楚也回应得大方得体 二人相谈甚欢 我被晾在一旁活脱脱像个外人 断上 我回头 才发现门口站了的人 他神情落寞 也不知站了多久 有如烟对上我的眼神 想把手里拎的早餐递给我 却在看到桌上大包小包的礼物时 又把手撤了回去 阿姨昨天说你今天会休息 让我带你去逛街 不过现在看来 我朝他道歉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 我妈不知道 我今天已经有约了 看着柳如烟略显委屈的神情 我突然想起几年前 他和几名旅友徒步旅游 那天下了好大的雨 他们登的那座山发生山体滑坡 情势危急 我跟着搜救队找了整整三天 才在一个洞体里发现瑟瑟发抖的几人 他看到我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满脸委屈 扑在我怀里失声痛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向桀骜的他低头 所以记了很久很久 后来他问我 为什么非要跟着搜救队上山 知不知道很危险 我点点头 不是欠你一条命吗 还了呗 他当时因为我这句话很生气 你还什么 我告诉你博达 你就得一直欠着我 这话跟我妈说的差不多 我得一直欠着他 九岁那年 我爸做生意发了点小财 挡了一些人的财路 也惹了不少人眼红 有人在我放学路上把我绑架了 开口就跟我爸要五百万 他那会还没这么多钱 生怕绑匪撕票 我妈也还怀着孕 因为这是着急 后来刘产送去医院 医生说他今后都没有生育能力了 当时我试图和绑匪沟通 可他脾气急 说什么也听不进去 只要钱 绝望之计 是柳如烟跟了绑匪一路 趁他不注意 偷偷砸开窗户钻进来 又将我拖起来从窗户里钻走 我跑出来了 他却被绑匪抓住泄粉 等我带人来时 他已经浑身是血 那人拿酒瓶碎片 在他身上划了一道又一道的牲口 柳阿姨说 他的理想是当飞行员 后来他文化分过了 所有指标都合格 却因为连脸和手都有明显 疤痕在飞行员筛选中被淘汰出去 我知道 都是我欠他的 所以我一直对他好 好到人人都觉得我像他的甜口 久而久之 他也默认了这一切 默认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向他赔罪 默认我不会离开 默认有他在 就没有别人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他的肆无忌惮 我永远都会照单全收 我分不太亲是喜欢还是什么 只知道那天台阶上对他说完两亲的话后 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如今23岁的柳如烟站在门口 听见里面的欢声笑语 看见我眼神里的冷漠 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后退一步 眼神果断 博达 你不欠我什么 这些年 是我辜负了你太多 沈又楚狠得我妈欢心 他对之前让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事 只字不提 轰着我和楚楚出门去约会 按之前约定 我得去给沈又楚的妹妹补习 小姑娘才十岁 升个水灵 瞧见我就笑 只是我实在没想到 他的学习底子差得离谱 他指着九九惩罚 问我这是什么 好神奇 我让他阴一种 他能语续乱到牛头不对马嘴 可他分明日常交流 用中文六的飞起 看我痛苦摇头 沈又楚放下果盘 敲了下他的脑瓜子 摇摇 季老师可是我重金请来的 你要乖乖学 我善笑 又是超大捧玫瑰花 又是高定礼服 又是豪车接送的 确实价格不菲 他咬牙切齿 画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我知道 我一定会向季老师 多多请教 此后 沈又楚就以摇摇 没有手机号为由 多次在微信上帮他问我问题 直到我发现了盲点 经济系大学霸 用得着让我来解答小学数学 不用 他的正在输入中闪了好久 最终发过来一句话 就是想和你多聊聊天 沈又楚演技很好 为了追我 特地买下地标大楼一页的灯光秀 只为了显出我和他的名字 在微博公开 P我和他的合照 也在记者问他 有没有追爱成功事半文句 说我铁石心肠不为所动 一时间满城都知道 沈家千斤爱上一个平民宿人 追爱过程轰轰烈烈 对方却依旧迟迟不得回应 连夏商周知道消息后 都跑来骂我 是不是心里还装着柳如烟 所以才不肯接受沈又楚 我毫不犹豫地否认 他才在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 那就行 原本我也只是想圆一下餐桌上 在两家父母面前撒得火 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车里放着抒情歌 我和沈又楚静静坐着 要不结束吧 你就说追不到 然后我把你之前 买给我的东西都退零 我们全身而退 如何 他半上没说话 两久 他侧过头来 似笑非笑的表情 透露出无奈 亲爱的纪伯达先生 你不会一直觉得 我都是演的吧 车窗外大雨倾盆 我们像是被隔绝 在另一个宁静的世界 连急促的呼吸 都变得格外清晰 你是说 来真的 我猴头发紧 有点难以置信 他脸的笑意 眼神纯粹又坚定 一直都是真的 我脑子有些发懵 说了句抱歉 然后推开车门 自顾自地往狱里走 大雨倾盆而下 我试图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清醒 沈又楚怎么会喜欢我 就因为我小时候 抡酒瓶子帮过他 还是说联谊会上 他对我一见钟情 听起来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还是真的像柳如烟说的那样 他只是玩玩而已 我没敢问 下意识选择了逃避 沈又楚的车子 停在小区门口 打着远光灯 为我照亮了很长一段路 楼下站着个熟悉的身影 见我跑来 他撑了伞往雨里走去 就像过去很多年 我一直对他的那样义无反顾 好几天没见 柳如烟已经换掉了 以前五彩缤纷的张扬长发 取而代之的是利落的黑短发 衣服也变得简单 变成了以前他最不喜欢 我却觉得干净的白色T恤 博达 他就这么让你拎着雨回来 柳如烟拎着眉 话语里是从未有过的心疼 我早就提醒过你 他不过是 我猛地抬头 接过他的话 他不过是玩玩而已 根本就不会看上我这种 毫不起眼的乖孩子 对吧 他表情很难看 博达 我不是那个意思 柳如烟 无论谁瞧不起我 你都是最没资格的那个 我说过 你真的很脏 我自顾自地往前走 他想伸过来为我打伞 却被我用手拍落在地 雨林是他的白体 他失落地愣在原地 没有再跟过来 两久 我听见柳如烟在我身后喊 最后一句连声线都在颤抖 纪博达 你再看看我 我不脏的 夜里昏昏沉沉 我做了个很长的梦 梦里那个满嘴黄牙 勒着我脖子 给我爸打电话要钱的男人 变成了柳如烟 他面目猙獰 拼命掰开我捂住眼睛的手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呀 博达 你不是一向很乖的吗 不是对我言听计从吗 我被他赤色的眼眸逼到发疯 拾起一旁的板砖 狠狠敲上了他的头 满地的鲜血 我心出一身冷汗 醒来后才发现身体温度高的可怕 手机忽然亮起 我看见微信有很多条未读消息 都来自同一个人 一个很久没见过的高中女同学 博达 听说你和如烟闹翻了 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 你知道的 我也有一个喜欢很久的竹马 高中毕业后 我就急不可耐地和他表白 原本以为能在一起好好的 结果发现太难了 因为都是初恋 我俩最开始感情很好 后来慢慢地 发现矛盾越来越多 我不懂男生的感情 他也不懂我为什么还和以前一样 把他当好哥们相处 再后来 就闹得很不愉快 连朋友都没做成 我跟如烟喝酒是吐槽过 要是多谈几段恋爱 懂得了恋爱的相处之道 再和那个最喜欢的人在一起 会不会结果就会不一样 他后来那么荒唐 不知道跟我说的这些话有没有关系 他后面还发了很多 也解释了我未出血 进医院那天柳如烟没有来看我的原因 恰好那天夜里他跟人打架 把柳如烟也叫了过去 俩人都受了伤 我没有再看下去 越想越觉得荒唐可笑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柳如烟 故意找他来强行解释的 为了和最喜欢的男孩在一起 就去多谈几段恋爱积累经验 原来他说自己不脏是这个意思 理由别搅到狗听了都想摇头 我强撑着打开灯 雨还是没停 像是要把万物都洗刷个痛快 透过窗户 我一膝看见楼下那人还在那站着 被雨交了个透彻 我又关上灯 没再往下看 第二天我烧退了 柳如烟却病倒了 柳阿姨过来敲我的门时 眼睛哭得通红 她低着声音求我 博答 阿姨不知道你和小烟 到底是因为什么闹得这么讲 但她烧得厉害 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你就当帮帮阿姨 原谅她 去看看她 行吗 我妈在转角处偷听 文言走过来对着柳阿姨哀叹 我知道你心疼小烟 但她自己做成这样 也不怪我儿子对她无情 顾阿姨一愣 小烟做什么了 我妈看了下我的眼色 然后151时将我曾经帮柳如烟 瞒着的那些事告诉了她 说到18个前男友 顾阿姨将头埋得很低 全都是博答的呀 我妈连连皱眉 这丫头到底什么意思 柳阿姨却吃笑着摇了摇头 笑得很无力 这种丫头都到最后一波 还是张不了口啊 我在家里躲了很多天 谁也没见 柳如烟像是来敲了好几次门 都被我妈以各种理由毁绝了 被拒绝很多次后 她终于忍不住靠着门 高喊着我的门子 季博答 求求你 见一面好不好 我真的没有看不起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柳阿姨把她扯回了家 我妈则对着我叹了口气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看啊 小沈比她靠谱多了 我望着窗外发呆 自从那天我从车里跑下来后 沈幼楚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夏商周见沈幼楚的微博 很久没更新和我的日常 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和沈家大小姐掰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夏商周 她追我 是我拜托她陪我演的一场戏 如今戏该散了 她却说自己一直是认真的 你说 她怎么会看上我 难道只是玩玩而已吗 夏商周滴滴骂了句脏话 喜欢 我浑身血液一致 内的连衣会 就是她找人特地办的 你以为她为什么 和你穿一样的颜色 我告诉她的 还有参加宴会 你是不是特惊讶 怎么礼服和首饰 都是你喜欢的款 也是我告诉她的 就连她用天才妹妹当幼儿 让你去做家教 以此跟你拉近距离 也是我出的主意 夏商周骂得有些累了 蹲蹲蹲喝了几大口水 继伯答 我告诉你 你值得 值得这天底下最好最纯粹的爱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 坦白惊得有些懵 所以很久之前 沈又厨就已经和夏商周串通好了 联想起曾经那些 都对得上的细节 我突然苦笑出声 哪有人不值得被爱 傻子才会这么想 我给沈又厨打了很多通电话 都显示已关机 顾不得像往常一样 换得体的衣服 我急急忙忙就出了门 坐上出租车 恰巧有个陌生号码 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嗓音稚嫩 季老师 我姐在怀中医院 我的心跳猛然漏了半拍 脑海中突然闪过 那天大雨滂沱的画面 我下意识握紧了手机 摇摇声音哽咽 那天她回来的路上 车子打滑 我紧紧闭上双眼 不敢再去想是怎样的画面 我马上到 师傅 去怀中医院 出租车司机通过后视镜 看我一眼 眼睛微微瞇了瞇 她戴着口罩 我看不清她的脸 如果我再仔细写 一定会发现 她那双很利的双眼 曾无数次出现在 我的梦魇之中 车子没有按照我的预想 驶向怀中医院 一阵异香入鼻 我才知道一切都晚了 再睁眼 是梦里无数次出现过的画面 依旧是十几年前 那个破落的废弃工厂 直到现在还一直荒废着 眼前的男人背对着我 比我印象中矮了一些 背也微微拖着 她转过身来 嘴里的大黄牙 也已脱落了几颗 小朋友 不对 现在是大小伙了 还记得叔叔吗 她手里提着刀 不似十年前绑架我时的慌乱 显得格外从容 你爸当时断了我的财路 我儿子的救命钱 我都凑不起了 我只是要了他点钱而已 不给我 你命大 背个死丫头就跑了 可我儿子死了 他用刀抵着我的喉咙 越说越激动 我在监狱里待了十来年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恨你们全家 你爸那老东西死不足惜 但是你要是死了 可够他一辈子痛苦了 我惊慌中 抬脚用力踢在了他的当骨 他疼得闷哼一声 松开了抵在我脖梗间的刀 我拼了命地往门外跑去 却被回过神来的男人 追过来一把按在地上 他发得狠 这次只想让我死 我双手动弹不得 半个身子躺在门框之外 抬头看着屋外湛蓝的天空 熟悉的绝望感再次席卷全身 男人举起刀的那一瞬间 眼神中的凶狠却陡然消失 染上了片刻的犹豫 我嘴巴被沾上胶布 呜呜地无法发出声音 他犹豫了 我兴许还有希望 我眼中滚落下大滴的眼泪 男人眸中闪过一丝温情 像是看到自己亲生儿子一般怜爱 随后突然丧了气 把手缓缓落下 就在这时 旁边闪过一个人影 砰 板砖掉落之际 男人身子一软 倒在我的身旁 额上缓缓渗出血迹 我抬头望去 柳如烟眼里满是愤恨 他拾起地上的板砖 罩着那个昏倒的男人 又再次扬起 我知道他恨 但在打下去 毁掉的只有他自己 我呜呜地发生阻止 他这才醒过神来 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博达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撕下我嘴上的胶部 轻声慢哄地叫我 博达 你看 我又救了你一次 我不住地哆嗦着 朝他道谢 柳如烟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今天就死在这了 他满意地笑了笑 那你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我打断他的话 沈幼楚出车祸了 他还在医院等我 警笛声刺耳 我缓缓起身 留柳如烟一人在原地失魂落魄 我到医院时 沈幼楚才当恢复意识 他身上骨折严重 所幸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没有伤及性命 看见我来 摇摇实去地 给我们俩留了二人空间 沈幼楚 他声音很轻 嗯 疼吗 不疼 气氛微妙 我一向顿捉 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看出我的窘迫 极力扯出一丝笑脸 博达 你不会再想 该怎么表白吧 我缓缓起身 在他唇角轻轻啄了一下 这样算吗 他眉眼弯弯 表情像联谊会上 知道我一定会选 他那时一样的 当然 绑架我的男人 再次锒铛入狱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原本英雄救美的柳如烟 也坐上了法院的审判台 他坐在被告席上 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我妈摇着头说他疯了 是他秘密联系了 刚出狱的那个男人 将我的信息提供给他 并为他提前准备好了 出租车和刀 他利用那人对我的恨 企图再次上演救我的戏码 我想起他那时抱着我 欺然的笑 心上涌起一股良意 伯达 我又救了你一次 你能不能 像以前一样 在我提起神幼楚时 他没有在背后 捡起那把刀朝向我 也许是他残存的 最后一丝理智 青梅竹马二十余年 最终落的这样的结果 我心中像被压了块石头 连喘息都带着痛 直到要离开时 柳如烟才开口叫住了我 伯达 对不起 我没回头 也没停下脚步 后来搬家时 神幼楚也来帮我收拾东西 他随手拿起我 放在枕边的草莓熊王偶 笑着说可爱 我想起那天 开门时一大树玫瑰花 带来的震撼 柳如烟手里的小草莓熊 显得是那么不起眼 忽然想起什么 我猛地抬头 鼻尖渐渐涌上一阵酸涩 我怎么会忘记 知道我喜欢草莓熊的 一直都不是夏商周啊